欢迎大家收看《读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勇敢的野餐》帮助欧洲摆脱苏联的枷锁 西格里德·努内斯 我有学生说白人男性根本不应该写小说 日本帝国血淋淋的杀手如何差点逃脱正义 从卡罗到巴斯奎特 我与艺术界一线明星的生活 请大家收看 《勇敢的野餐》帮助欧洲摆脱苏联的枷锁 英国每日电讯 1989年8月19日 在奥匈帝国边境举行的泛欧洲野餐 是铁幕倒塌的关键事件之一 但相对于柏林墙的倒塌 他的知名度较低 马修朗哥在他的书野餐中探讨了这一事件的影响 以及他在铁幕解体中的作用 该书基于对相关人士的采访 提供了对这一冷战历史里程碑的个人描述 西格里德·努内斯 我有学生说白人男性根本不应该写小说 英国每日电讯 西格里德·努内斯是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小说朋友的作者 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 谈到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和最新作品脆弱者 努内斯透露 他在纽约书评担任苏珊 桑塔格的编辑助理后 受到了成为作家的启发 他解释说 他继续写作的动力来自于看到身边其他有才华的作家 并不一定是超级明星 努内斯还谈到了出版页中缺乏喜剧小说和当代小说日益政治化的问题 他讲述了一个文学代理人 劝阻一名男学生写一篇关于女性的故事的故事 并表达了对文学中身份政治关注的担忧 努内斯最近从教职退休 他表示很高兴不再需要处理这些问题 现在可以专注于写作 他的新小说《脆弱者》发生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讲述了一位年长作家和一位年轻男子之间的不太可能的友谊 日本帝国血淋淋的杀手如何差点逃脱正义 英国每日电讯 家里J.巴斯 Derry J.Bass的新书《东京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审判与现代亚洲的形成 Judgment at Tokyo World War II on Trial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sia 研究了1946年至1948年间在东京举行的审判 28名日本战争领导人受到审判 并听取了强奸、刺刀、斩首、自相残杀和极端酷刑的证据 审判的权威和裁决存在问题和冲突 但最终 所有活着和理智的被告都被判有罪 巴斯的书对盟军胜利和日本失败的考验和性质 以及印太地区的新兴世界提供了引人入胜的见解 从卡罗到巴斯奎特 我与艺术界一线明星的生活 英国独立报 詹妮弗·克莱门特·Jennifer Clement 是国际笔会前主席 也是多本书的作者 包括流行的回忆录寡妇巴斯奎特 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应许的派对 卡罗·巴斯奎特和我的新回忆录 这本书探讨了克莱门特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墨西哥城的波西米亚童年 他在1980年代纽约市的成年早期 以及他一路上遇到的艺术家和作家 这本回忆录是对他的经历以及弗里达·卡罗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遗产的个人反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 首先 我们谈到了1989年的泛欧洲野餐事件 这是铁木倒塌的关键事件之一 虽然相对于柏林墙的倒塌 它的知名度较低 但它在铁木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野餐帮助欧洲摆脱了苏联的枷锁 打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 接下来 我们聚焦于西格里德·努内兹 这位著名的作家 他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和创作动力 以及对出版业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他提到了文学中身份政治关注的担忧 以及喜剧小说的缺失 努内兹的新小说《脆弱者》 发生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讲述了一位年长作家和一位年轻男子之间的友谊 引人入胜 然后 我们转向了家里 这巴斯的新书《东京的审判》 这本书研究了1946年至1948年间在东京举行的审判 这个审判对于了解盟军胜利和日本失败的考验和性质 以及印太地区的新兴世界提供了重要见解 最后 我们介绍了詹尼弗 克莱门特的新回忆录 引起的派对 卡罗 巴斯奎特和我 这本书探讨了克莱门特的童年和成年早期经历 以及他与艺术家和作家的交流 这本回忆录是对他经历和两位艺术家遗产的个人反思 通过这些新闻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重要时刻 作家的创作动力 审判的复杂性和艺术家的生活 他们都展示了不同的视角和人生故事 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历史事件 作家的创作动力 审判的复杂性和艺术家的生活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期待和你们的互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